青春本来就是熬夜学习,早起背单词,晚上刷题,你所付出的努力,一天两天无法衡量,但日积月累,你的努力,终将会被点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怕不快乐,我怕我给不了自己想要,有靠山保证不了什么,我只知道别人的屋檐再大,多不如自己又把伞 真正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内心的不慌乱的格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不管多平凡的人,也有自己的光芒和优点,我们争其一生,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和同频的人一起前进,努力成为想要成为的人,无论当下你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日升日落,总有黎明。 他们都说,这是一切皆可能的时代,但为什么,你只感受到无尽的压力呢? 那天你做了一个梦,梦里,有的人跑得快,二十二岁有一个家,身边城市帮忙,你呢,快三十岁了,还在追寻自己的路上,有的人年纪轻轻,却早已经实现经济自由,你呢,步履匆匆,连路边也飞的风景,也不敢过多停了。 有的人愿单轻,走遍了山川湖,而你,打算为了房子和车,拼搏一生。 默醒之后,你辗转反侧,抱怨这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又累,又平淡。 你强烈地想换个活法,体验另外一种人生。 但荣耀,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它都是荆棘和鲜花同在,晴空与冷雨同行。 它有它的广阔人生 你也有属于你的沿途风景 走好选择的路 做好自己想做的事 时间会带来答案 就像古语 坚定选择直脆护肤这条路 用六年时间 等待一株棺果干草长大 坚持十七年 剥开提纯迷屋 将棺杆草定提纯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直脆美白之路 所以走自己的路 慢一点也没关系 坚定勇敢地往前走吧 我们终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夜里的星星眨眼不爽 我再等十三月 等到二十五点 等到阳光照亮整个黑夜 等到楼是一分 你就像 姐妹你得学啊 你要是不学 以后学校就少了个 保护女学生的女老师了 你得学啊 你要是不学 以后医院就少了个 保护女病人的女医生了 你得学啊 你要是不学 以后就少了一个女博士 女程序员 女科学家 女公务员 女领导的 你得学啊 你要是不学 以后 这个岗位 这个领域 就少了一个女人 我是喜欢你 但我还要学习 这是青春期的 坚强心动 我克制住我就赢了 我不允许任何人 打破我刚挑战好的状态 有些事 必须克制在心里 现在最重要的事 就是学习 对不起 这把 我选前途 我觉得青年 应该是 有梦想 航冲直着 无所畏惧 我们可以普通 但我们必须拒绝平庸 我们可以不成功 但我们必须前行 我要绝对性的努力 压倒性的胜利 我要所有惊现的目光 和所有赞美的词语 都笼聚在我的身上 我要告诉全世界 对不起 这一把 我赢定了 我祈祷拥有一颗 不明的心里 他会流泪的眼睛 哦哦哦 你我再去相信他 勇气 哦哦 你我放眼去 我尽量 你你我 我尽量